你觉得从目前当下这个实际来说 具体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呢 从机制上要化解 失实结构失衡 发展实体经济呢 不能是盯着这个这个这个 工业一个方面的看 要实现的这个 政策链 产业链 创新链 人才链 资金链 引导前于产业结构的融合发展 把这些资源往这个这个实体企业倾斜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精准的减负 让实体经济轻装上顿 从实体企业的这个工地啊 税收啊 国家要出台一个一些好的政策 真正鼓励大家都去久久围攻去做实体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进一步促进社会资金支持实体经济 加强社会资金疏导机制 我的建议是呢 要加快垄断行业市场的开放的步伐 支持社会资本参与 进来鼓励民营企业 依法进入更多的制造业领域 制定有效的这个金融性态政策 以实体企业客观需求为导向 加强区配性 适当增加个性化 差异化 定制化的融资产品 增强满足实体经济 勾个期限的 这个资金的需求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